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 足为我被踩模 梁启超评价他为 其为近代 戴鲁史以来不一二赌之大人也以 其为我国 以全世界不一二赌之大人 也以他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 湘军统帅 一代大儒 更是无数人人之士 英雄豪杰一生的偶像 他就是曾国藩 一个好汉三个邦 曾国藩的成功 和他善于选人和用人密切相关 曾国藩一生悦人无数 也用人无数 有统计说 当时清朝四分之一以上的官员 都是他提拔任用的 包括李鸿章 左宗棠 太平田国起义爆发后 曾国藩上走用人三策 认为今日吉悟 守在用人 人才有转移之道 有培养之方 有考察之法 其提议 深受咸丰帝称赞 为之砍切明辩 切众情势 深堪加纳 不久 曾国藩向朝廷举家王庆云 江中原等人 结果这些人日后 都成为了清朝的主要官员 关于他选人的传说很多 有人说他善于念向诗人 三千步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才能品的高低 与未来形势成败 并根据自己的诗人之术 撰写了一本千古奇书 冰剑 那么他在书中诗人用人方面 到底有哪些独家秘诀 曾国藩用人必先 诗人曾国藩认为 办事不爱用人 用人必先知人 也就是说 用人需具备识人本质的眼力 用人慎重需以识人质身为前提 那么曾国藩的眼力如何呢 有一次 李鸿章带着三个人去见曾国藩 碰巧曾国藩出去散步 李鸿章便让此三人在门口等候 当曾国藩回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有三个人 他左边看一眼 右边看一眼 中间看一眼 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进去 李鸿章问老师对此三人的评价 曾国藩回答道 左侧之人可用 但只可小用 右侧之人万万不可用 中间之人可用 且可大用 李鸿章对老师一眼识英雄非常敬佩 问其原因 曾国藩说 左侧这个人 我看他一眼 他也看我一眼 我再看他一眼 他就把眼皮顺了下来 不敢再与我对眼神了 这说明他心地比较善良 但是气魄不够展开 所以可用 但只可小用 右侧这个人 在我看他的时候 他不敢看我 当我不看他的时候 他又偷偷地看我 很明显这个人心术不正 所以万万不可用 然而 中间这个人 我看他一眼 他也看我一眼 我上上下下扫他一眼 他又堂堂正正地打量了我一番 说明此人心胸坦荡 气魄宽广 可用 而且可以大用 此时 李鸿章幡然领悟 并遵照老师的指点派用此三人 事实证明 曾国藩看得很准 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 闻名于世的怀孕 将领刘明传 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这个识人的故事 在当时被广为传颂 曾国藩用人得为先 曾国藩认为 用错一个人 横则影响一片 纵则一路长远 造成难以补救的后遗症 那么到底如何在广收的基础上做到慎用 如何处理好广收与慎用两者间的关系 此为企业管理人才中的一个难题 曾国藩虽然求财不遗余力 但在具体任用上广中求慎 慎之又慎 并有严格的统一要求 极注重人才的品德 为此他提出 官人之法 以有操守而无官器 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 好力之人不可重用 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 标榜主动吃亏之人要慎用 才高得保名声不佳者 才德平平牵声太快者 个人不愿出师者不可推荐 凡经曾国藩鉴定为个人品德有问题的人才 他坚决不予重用 吃法将鼓励丢在地上 常人看来是小事 但他却认为这是个人品德问题 作为中国企业界成功的领袖 柳传志缔造了联想传奇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柳传志的选人 用人之道与曾国藩 有异曲同工之妙 联想的选人之道为德才兼备 德为先 柳传志对人才的考察方式 他称为看后脑勺 所谓看后脑勺 就是看一个人的本质 这不是平时面对面笑嘻嘻的谈话 就能发现的 需要生活中的多方面的观察 才能了解他内心真实的东西 看出表面没有显现的东西 如果确实是有德之人 就可以给他各种机会锻炼他 为何才德不可兼德以德重 柳传志进一步说 因为当你真的要进到班子里面 或者当领军一面的时候 如果不能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 自己在德的方面有问题 会让你造成很多麻烦 让你吃不下 涂不出去 广收 慎用之后 扶以秦教和严审广收 慎用之后 虽都是精英之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团队往往会出现懒惰 散漫 狂妄的现象 因此 曾国藩善于通过书信 面谈及饭前闲谈来进行培训 教育 这是他比同时代政治家高明之处 在现代企业中 更多经理人往往更加重视员工的港前培训 殊不知秦教更衣激发员工的学习和思考热情 是员工尽其职责 实现决策者的目标 但是总存在一些问题是秦教无法解决的 比如玩忽职守 不守纪律等现象 曾国藩强调立法行令 宽连相继的治军方针 强调部队要规矩森严 禁止划一 为此制定盈治 盈归以为准省 认为溺爱不可以治家 宽纵不可以治军 提出治军因宽言相继 宽在立和明 言在理和义 似者兼备 即使骄兵汉将也能统俱 优则赏 列则法 严绳才能让骄兵有所畏惧 这也印证了那句古话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台湾著名 学者南淮锦先生谈到 有人说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 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 其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 另一套是曾国藩看向的学 兵界 怎样用人 特别是怎样用准人 这是一门极深的学 古代多少君王 将帅就死在不会用人上面 古人说相有心生 一个人的个性 心思与为人善恶 可由他面相看出来 如像树说 七尺之躯不如一尺之头 一尺之头不如一寸之井 意思是 眼睛能反映一个人的善恶 心正则眼眸明亮 心不正则眼眸昏尘 行走江湖 很多人都会不由地抱怨 识人真难 朋友真难交 经常容易被人骗 夫妻在一张床上睡了几十年 都未必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 尤其在婚姻生活中 如果选错伴侣 将会带给我们一生的遗憾和不幸 更可怕的是 这种不幸也必将带给我们的儿女 甚至他们的下一代 想想都可怕 但是 您千万别担心 本课程曾国藩 兵剑十人数三哥 就是要教您如何通过外表看穿一个人的内心 主讲人龙妙山 资深广电台主持人 节目策划人 栏目制作总结 拥有十多年的音频节目运营经验 涉猎广泛 酷爱国学历史 演播了大量历史类小说 全国数十家电台联谱 代表作准到惊人的面相学 千古骁雄朱元璋 一个真实的余奉执 千古一帝李世民 帝王教父亲使皇旋路迷逾的 课程大纲 慧眼十人 你需要洞察人心的双眼 向学历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 现代人学习观人学 是以古人的经验作为参照 只需加以活用 便可以达到一眼看穿人心的目的 未来规划 离不开自我管理的根据与修炼方法 通过学习观人学 你能了解自己属于五行人里哪一行 可以在工作中扬长臂短 更能为自己制定位 来规划奔赴前景 避免让他受骗和浪费时间 明家经典 根基稳兵界 作者为清代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 他新万洋务运动 生平世纪为后人所传唱 祝曾国藩结交各路豪杰 成就一代伪业的 正是他一呼常人的识人数和高尚的个人品德 他把见识人才的学 都写在这部压暗之作 兵剑之中 购买后可永久回听购买须知 本节目为虚拟内容服务 订阅成功后不退款 请您理解 版权规原作者所有 喜马拉雅FM特供付费课程 严禁翻路程任何形式 严禁在任何第三方平台传播 为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